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怎么看 今天这一集比较特别 不是想和各位说新闻 而是总结地说一下最近香港远对抗的事情 因为这一年香港社会来说 其实每天都会有事情发生 每天都会有人妨碍社会进步 但是我自己发现过去这几个月 这一股阻止香港进步抹黑内地政府的力量 其实是越来越严重 而且是说不同层次不同界别不同领域 是无时无刻都有部空气墙在 例如国泰事件也是其中一件 就是为何你作为一个香港人 人家也是付钱你的 为何你又会抗拒一些来自内地的客人 接着还有捐血 器官捐赠 简约公屋选址 2元搭车滥用 九龙城潑水截 叫人白投票 叫人冲自己松 还有什么阳川那本书 基本上远对抗的事情是数之不尽的 所以突然间来了个兴致 想和大家集体去看看 究竟这些东西有什么共通点 在节目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留言 订阅 赞好 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扫描隔离的二维码 每个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记得按旁边的小铃铛 我们今集节目就正式开始了 郭太空姐那个就不说了 说了几集了 先说器官捐赠 这一件事相信大家就记忆由新了 过往器官捐赠 其实没有那么多人突然之间取消 为什么多了人取消 是因为突然之间标榜了器官捐赠 是两地的事 即是内地的器官 如果香港人適用的话 就有机会下来 如果反过来 香港人有器官 香港人用不着 但内地那么適合有人用得着的话 也会送上去 对于部分黄的香港人眼中 他们就会觉得 自己的五藏六虎要益人 听说神都会换到iPhone 现在连毛都不给自己 所以他们就会很自私地觉得 我不管 我掉下海也不会益人 最重要的是 法轮功在这几十年来 在香港不断和香港人 散布一些邪恶的信息 上面很恐怖 一旦你基因吻合 你就会神不知鬼不觉 你失踪了 之后你全身内的东西都没有了 其实这件事是很不合理的 因为你想想 如果 即是如果 得罪说句 如果真的有这些 所谓超级无敌神秘黑暗组织 能够令到一个人突然间消失的话 其实你 有没有去签那个器官捐赠 你也是这样的 是不是 你有没有取消对整件事没有影响 是不是 再者 你说香港有没有这些什么特别神秘组织 其实现在都2023年 真的要一个人凭空消失 是不是这么简单 如果真的有那些什么 夹眼 就不知道老走了一个人的话 大把人会出来发声 大把人会有些图片去提供 即是以前什么1960 1970年代的时候 周街都没有闭路电视 你去说这些人就相信 但现在周街都是镜头 周街都是电子记录 那些 你真的要令到一个人消失 你还要拿起一些心肝脾肺腎 跟着就是说 你经哪里走呢 你没有一个很全盘的计划 根本不可能 但是 总有人相信 即是跟你说 喂 如果你晚上不乖的话 凌晨3点就会有个美女捕走你了 即是这些你说骗小孩就说可以 但是 但是最可惜的是什么呢 往往就是说 现在还在信 什么有人飙心 有人捕走你那些 很多人是有大学学历的 甚至乎那些 又说什么 会捕了你暈一暈 接着会拿走你的器官 那些完全又是没脑 这个我在不知多久之前那集都解释了 如果真是会拿走你的器官的话 人家是没那么好心会叫醒你的 因为要帮你做缝合手术 以及在麻醉当中 叫醒一个人 这才是最大的医学成本 所以那些说什么 哎呀我睡醒之后 没了个神那些 完全是作故事 又或者就是说 他自己卖了自己的神那种 但如果你说硬被人标的话 真的没人会跟你那么好心 特别是我自己 因为我做过外科病房 所以我也知道 一个人从手术当中醒醒 然后然后 如何去照顾一个病人 当我每次想起当中的过程之后 我就发现 那些说什么 会脱走人 等等 那些完全是 根本都不合理 好了 不说那么多医学专业 去说说捐血那里 总之人都是自私的 有些人可能都会想着就是说 不如弄个制度出来吧 有捐血的人就可以用血库 但是很可惜 这一件事 就违反了人道主义 你不可以说 因为一个人没有捐血 所以就算他要用血 你不给他 而导致他有任何的疑问状况出现 现在的年轻 其实大家都知道 你猜我现在 我待会做完东西去捐血的话 你想想 这包血会不会是我用 一定不会的 一定是说 可能不知道给了哪一位长者 又或者 总之起码带我十年八年 有需要的人去用 所以他们会知道 自己捐的血就是给长者去用 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 长者 难听点说 蓝丝 蓝丝就是他们的敌人 他们就会觉得 我们就不会捐血给蓝丝 甚至乎 整天都很期待 就是说 血腹又说高急 血腹又说 4天之后用光了 为什么等了4天之后 都没见他用光了呢 有很多年轻人 是期待就是说 见到血腹 就一滴血都没有 等到其他人 要血没有血 其实这些都是 远对抗的一种 就是叫做 他们就当然 没有说去落手 伤害任何一个人 但是他们就拒绝帮手 就希望 令到这个缺血的状况 就更加严峻 叫做 我不下手 但是都会间接 因为自己的行为 导致有人离开这个世界 所以 为什么呢 邓炳强 和李家超都说 无论是取消器官捐赠 还是捐血那些 其实这些全部都是 远对抗的一种 如果你说个别人事取消来说 可能就是说他怕麻烦 他成功 但是当这些事情 成为了 例如某一个年龄段的社会默契的话 这个就真的说的是 年轻人和年长人士之间的斗争 这个都可以说是 挺恐怖的一个对抗 好了 接着就轮到简约公屋 之前《文匯报》也踢爆过的了 说什么反对简约公屋选址呢 来了一班不知哪里来的人 就扮香港人 又说嫌三嫌四 又说这里选址不好啊 喂 如果你这么把炮 你又觉得这里选址不好 你自己拿几千万出来买私楼 就可以了 选址不好 而且 如果你作为一个合资格申请公屋 而你又在排公屋的人 我不管你简约好 不简约好也好 其实会走出来跟你说 因为选址问题而反对的人 他一定是说谎 他一定是收钱被人控制出来说话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 用一个逻辑和大家想想 我排公屋 其实无论你将来的公屋 选址你去哪里 我都支持 为什么 因为你猜你建在大嶼山 我就一定会派到去大嶼山 对不对 就算你说大嶼山 然后保莲子又建一座也好 那你建多些就好 建多些 那我前面总会有人派过去 那我前面的人派过去之后 那我的阶段就短了 我条阶段短了 那我轮后时间就短了 对不对 所以就算建到多山卡拉的地方也好 只要你肯建 只要有人进去住的话 就算我自己不是住在大嶼山 我都一定会受益 所以按照一个最自私的想法来说 是没有可能拒绝的 那究竟什么人想拒绝呢 就是希望公屋的时间 轮后继续变长的人 有些人可能就会说 那些是地产网军 那些是怎样怎样 是不是地产网军那些呢 今天不讨论了 但总之就是说 希望香港政府解决不了土地问题的一群人 这样去定性他们就绝对没错 以及2019年 为什么有些年轻人 这么容易不用收钱都可以被人煽动出来呢 土地问题 令到他们见不到希望 这些都是其中一个因由 所以现在仍然在用各式各样的理由 反对政府建公屋 和轻建简约公屋的人 他们立心不良 这些都是远对抗之一 或者对他们来说 可能没有任何益处 不过他们就是知道 只要那些人轮后公屋的时间 越来越长 令到他们越来越见不到希望的话 他们对政府的仇恨越来越多 这些就是将来很容易 可以被煽动的新力军 所以几个星期之前 有些人就说 文匯报是疯的 狗来的 见人咬 反对你检约公屋选址 实际上是人故意屏蔽了 读者的深度思维能力 当我解释完给大家 你就知道 其实你是好人好者 你真的没什么理由 反对轻建简约公屋 除了某些少数例子 就是说 我住隔壁 你建楼你的烟层 会吵到我 这些就没得说 但如果你又不是住在附近 然后你又要从一个大规划 发展的角度来说去制止的话 除了收钱去阻止之外 我都想象不到还有什么原因可以解释 其实好像之前那班 被煽动的启德中产 其实那些人都挺阴毒的 我是说 煽动启德那班人挺阴毒的 因为 在那时候 甚至乎去到现在 香港楼价周围都下跌了 是不是 启德 无论有没有简约公屋你都下跌了 但那些人就干手正脚了 带风向就说 启德独立于香港 香港的楼价跌 就不关启德市的 就不是什么环球因素影响 环球股市影响 完全不关事的 纯粹就是简约公屋 所以 只要大家闹爆政府 只要大家反对到政府的话 到其是简约公屋 大家的楼价就可以上回去的 那结果 那些中产就真是傻呀傻呀 人家又不用派钱 又不用派物资 上网说几句 扰乱一下你的逻辑之后 突然之间多了一群 中产新力军出来反政府 而且这群是因为贪念去反政府的人 由于跟钱有关 所以他们在反政府的力度当中 是站得特别硬的 还有 他们那时候 有些人瘋到在SafeHK那里搞分化 特意去制造香港的中产阶级 和香港的基层 互相出现分化 在后面负责善风点火的人 随便几个假账号 在这里分享一下 就说哎呀楼价跌了好惨呀 接着那些人呢 个个上腦就说 是啊是啊 我跌了几十万 我一定要罵爆政府呀 被人控制都不知道 投资 预计了有升有跌的 你楼价升的时候 又不见你拿些钱出来帮穷人 你跌了的时候 就不断在这里怪穷人 这样 傻呀傻呀 自己被人用来控制 成为对抗穷人的武器 都不知道 好了 说完关于公屋的远对抗 轮到两元搭车 其实两元搭车就是 很简单的 这个就是说 用政府的钱来 補贴自己的车费 所以现在是特别多人用长者票去搭车 还有就是 政府他又不喜欢 地铁他又不喜欢 现在呢 可以用一个他们不喜欢的人的钱 去补贴自己去承搭一个他不喜欢的公共交通工具 还有有样东西很实际的 你想想 如果你例如说 黄大仙 然后回到中环的话 你来回一天车费都可能28元 如果你一天省到24元 然后你一个星期都可以省到5元 对于黄人来说 5元是值得出卖尊严的 还有对他们来说 5元不单是自己省了 亦是叫做能够挖空政府的库房5元 所以对他们来说 是心理上有一种双重的快感 好了 接着我就集体去和大家说一下 其实刚才说的那堆怨对抗 大家留意到他们的核心思维 就是说 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好 死都不会亏其他人 总之自己所拥有的资源 永远都是属于自己的 永远就是用最自私的方式 在香港活下去的 你想想当这群人 每个人主动说不去捐器官的时候 你试试反过来 就是说 有张卡是说明 我主动不接受任何人的器官 你看看他们有没有那么积极去签署 就算他们心里都知道 只有万分之一的机会 才会用到别人的器官 但是 就算那个是内地人的器官 他要用的 他绝对不会拒绝 但是 如果别人是内地人 要用他的器官 他就会因为别人是内地人 而去拒绝别人 其实捐血也是一样 说到明 就是不想那些血被蓝丝用 不想被长者用 你试试有一天 他们出了意外 接着你找个姑娘跟他说 喂 这包血长者 它是蓝丝来的 你看看他们用不用 他们当然说 好啊好啊 用啊用啊 最好用到别人变木乃伊 所以对于这群人来说 他们经常说自己是因为理念 因为他们的正义感 因为他们的底线 所以为什么 有些东西他们会取消 有些东西他们会说不用 但实际上就是说 当反过来想想的时候 基本上他们什么都会用 他们什么都会用 他们只不过 是用所谓的立场去包装自己 那种自私活着的心态 一个人自私就没什么所谓 在某些情况来说 我都自私 又或者你都自私 但是如果所有东西都自私 还要不单止是一个人 是整批人 是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 都是这样活着的话 这一个社会就可以说 没得救 如果在香港地上班 你不是因为上一份正规的工 你的雇主会帮你报税的话 你看看那些黄人会不会报税 基本上他们都会和这些的士司机差不多 总之 现在那群年轻人 他们明白到19年自己不成功 他们叫做用暴力 是没办法 胜利之后 他们现在转化 每个人都转化成为寄生虫 用寄生的方式 不断蚕食社会的所有福利 好像毒药 慢慢去毒害香港这个苹果 看看什么时候可以鑄烂这个苹果 其实现在他们各种 远对抗的表现 是说他们无能为力 即是觉得他们已经是明白自己输了 但是他们也不愿意认输 所以就叫做做死狗的摊在那里 宁愿就是说 对社会增加消耗 都不愿意想一下 如何去为社会贡献 甚至乎 如果将来的旅游业 由这些年轻人把关的话 他们一定会大大力 转弱点转弱点 去趕走内地游客 因为对他们来说 就是说 不要来消费 香港没钱收就拿来 关我鬼事吗 所以有很多人就说 突然之间 就会很热心地向内地游客指路 但是就特意指一条错的路 去拼人家 去水人家 让别人以后不要再来香港 让香港过往能够 拉以为生的旅游业 完全是不能继续生存下去 总之 以前的香港就是说 每个人的能力不同 你又努力点 我又努力点 看看如何可以做好香港 但是现在 就算你多努力都好 总会有人拖后腿 还有这些 蚕食式的远对抗 是很恐怖的 因为法例上来说 暂时法例上 你不能说 逼人上班 不能说逼人做事 不是说你是废青 你就捉去坐牢 那结果 我们就是看到 有班人 他们现在摆明就是 伤害香港 但是现行法例当中 没有东西可以 呈止他们 唯有就是继续看他们 明明就是说 我们一起去共建香港 然后他们就在 蚕食香港的成果 因为香港 连带我们这些 有付出 有努力的人 都会被拖下去 深渊 这个就是他们 未来长达 几十年的做法 就是希望这样 大家一起玩 揽炒 甚至很多人都说明 不生下一代了 擔心自己下一代 会对香港有贡献 而且他们都知道 香港出生率低 希望透过自己 再拉低下去 令到将来社会 金字塔不平衡 就是说 要所有的社会资源 都去供养 现在的自己 所以为什么呢 我经常都叫政府 就是说 要去想一下 如何改下社福机构制度 如果你55岁或以下 你拿着重门 又或者你住着公屋 你本身有上班 我不理你 即使你贡献社会 就任由你 但是对于什么 躺平那些 废青 废中 根本就要强制他们 出来社会服务 不可以给那么多机会 去被人做社会的寄生虫 摊在那里 你说你真的有病 那就没办法 还有 刚才说的那些 都是钱 物质上的 软对抗 还有几种 精神上 对于香港社会的 软对抗 阳川那本书 不用说 因为人都被人捉了 另外就是说 潑水节那些 针对警察 就是稍微有少少苗头的时候 会借一些意义 去搞警察 去煽动一些 大家对警察的仇恨 那些也是很正常的事 不过这些都是事小 因为 你潑水节 你抓了一个人之后 你下年再搞 都应该不会再有 那么过分的状况出现 接着在香港 祸害得最深的文化圆 对抗 其实就是那些 星期二得道 蕭若元 猴子那些 最恐怖的 因为阳川那些人 我也有看过那些新闻 就不见他们有钱收的 但是你想想 那些什么 蕭若元 youtube一个月100万 猴子一个月 youtube80万 星期二得道 在youtube一个月 都不知赚多少 六七十万港元 那你就想想 原来有些人 是透过和你抹黑香港 成为那些 即是在香港寄生虫的 精神食粮 还可以用来赚钱的人 那你就想想 就算你香港政府 做多少国安教育 你怎样和那些年轻人去说 就是说 你要怎样爱国爱港 中国怎样做得好 好啊 转个头 然后就去听彭健身 那些中国新闻 就说了 哇大家知不知 中国新闻 河南那些人 还是拿不到钱的 那你想想 你国家做多少 政府做多少 都好 人家在youtube一集 新闻节目 无需要任何求证 fair check 即刻可以把你做过 这么多年的 说好中国的正面工作 一铺过跟你打散它 只是猫仔 在香港 都好似一天五十万流量 你再计算萧若元 再当过五十万流量 星期二又五十万流量 接着还有其他 那些飞去英国那些 那些加上 一天都超过七百万流量 即是说 有些愿意去给这些东西洗脑的人 一天是不止听一条 是说听两三条 以鱼目掩 浸住浸住之后 就觉得香港不好 中国不好 会抢你器官 血液会送给国家高官去输 到时香港人没有血液 其实这些 全部都是活生生的怨对抗 还有现在这种 他们已经转换了玩法 因为真的摆到明心黄 那些 就已经没什么人听 现在是说 要假扮中立 所以那些人才会去听 就是说 这个人自称中立 哇 就是因为他中立 所以他才会说到 那么多中国政府的坏东西 给我听 哇 河南又怎样 这里又拿不到东西 哇 那里又有什么三聚清安 其实未来 在香港会出现的 远对抗 是会 即是那种形式 你每次获获新鲜获金 你猜不到下一次会用什么形式 但是这样说 如果你是把那帮香港黄人的精神鸦片 你剔不走的话 就算你在下面的警员 每次有事就拘捕人 每次有事去拘捕人都好 你拘捕不完的 苹果日报是说 用了十几年在香港 就累积了一大堆的信徒 其实现在这些的YouTube channel 他们又是他们的订阅数 就证明了他们在香港有多少信徒 所以这些你不去处理的话 你国安你做多少都好 都是春风吹右身 我自己其实也有几个警察观众朋友 大家都有吃过饭 聊过一下 也有问过他们 就是说 究竟你们怎么看这件事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那些黄台的危害 但是 可能因为大家都是小市民 所以都不明白就是说 究竟为什么还没执法呢 有时候有些人会说 喂井仔你经常针对着猴子 好像不是那么好 其实我针对的不是猴子 我正在针对的是反中乱港的势力 因为特别是他 我知道有很多所 以前是正常人 以前是支持警察支持政府的人 是变了做反政府的人 我都见过 接着那些说话 价值观 阴阳怪气 被人洗脑都不知道那些 还有最恐怖的是什么 如果你说年轻人都算了 香港很多年轻人 你知道没得救的嘛 但是最恐怖的是 那些黄人透过猴子这种做法 进行逆渗透 是令到我们正常人当中 是慢慢出现很多叛徒 这一样东西 我敢说 是绝对危害着国家安全的 所以有时候 为什么我这么执着呢 是说我自己挖强 我都认我死牛一面颈的 是我自己对于正义的执着而已 好了 算了 不说太多了 说太多言多必失 今集到此 今晚还有很多事要做 就这样吧 拜拜